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大家好 我是逸晨 我今天要带你们去的地方 就是桃园的观音 说到观音大家就会立刻联想到 夏日莲花盛开非常清新脱俗的模样 但是其实环境优良的观音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卉可以欣赏 今天就让我带你们来去体验一下 不同的观音之旅 出发 说到台湾莲花的主要产地 我们常说南白河 北观音 只是随着节气 由夏至走到秋分 抽出莲花盛开的景象 也随之消散而去 不过以休闲农业 闻名的观音地区 立刻就有其他的美丽花朵接棒演出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 迎风摇曳 曼妙生姿 成为最受游客喜爱的观光大使 到底这些别有特色的花花世界 都潜藏在哪些角落 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来看花线观音小旅行吧 你们看把我整个包围住的 这一片向日葵花海 是不是超漂亮的 而且我发现每一株都长得非常的高 感觉每一株都是健康宝宝 而且我还听说 这间农场的主人非常的大方 来到这里随便你拍 随便你逛 通通都免费 简直就是佛心来着 那我现在就先带你们来去 认识这位农场的主人吧 走 黄大哥你好 你好 黄大哥 大家一听到观音 就会知道说 这边有种植非常多的莲花 可是你怎么会想要种植这个向日葵呢 对啊 因为其实桃园的观音 每年会举办这个莲花祭嘛 对 那其实向日葵跟莲花 都是属于夏天的花卉 所以我觉得它们就是可以相辅相成 就是一起绽放 那是你特别喜欢这个向日葵吗 其实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因为向日葵也是可以露天栽培 就是不用搭温室的方式 所以其实对于那时候年轻创业的我 就是比较没有钱嘛 所以我只要我就回到我的老家 我爷爷留下一块地 然后我就开始种向日葵 可是那你是怎么样学会 种植向日葵的技术的呢 因为我高中念了园艺科 然后大学也念了园艺系 所以我就没有其他专长 我就回到老家 然后就种向日葵 从事农业了 是这样子 所以说黄大哥你的兴趣 算是种田了 对 我觉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 每天跟这个大自然相处嘛 然后又每天我又可以看到 很阳光的向日葵 其实我觉得这份工作 虽然有点辛苦 你看我晒这么黑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心里面 还是满开心的 可是大哥你看那么辛苦 来这边农场是免费是真的吗 是啊 对 其实这里是一个免费停车 而且又免费入园的农场 我希望说这个美好的地方 其实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其实因为说分享呢 就如果说要谈到钱的话 我觉得就有点伤感情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 我们就不要收门票 然后大家欢迎大家 其实可以常常的来 而且因为其实你知道花卉 对啊 长在户外啊 会受这个天后的影响 其实有时候花矿好 有时候花矿 并不见得这么好 所以我就想说 那干脆我们就都不要收门票 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常常来 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 就会遇到一个很美丽的 上就可以花田 是 但我发现啊 大哥你们这边其实 占地面积还蛮广阔的 还好耶 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有 一万八千坪啊 因为休闲农场它需要有 不只是花田的部分 其实它还会需要有很多的 其他的一些设施 例如说要吃饭啊 或者说要游戏 游游玩的地方休息的场所啊 最后演变成一个 综合型的一个休闲农场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体验 这个田园乐趣 我觉得来这边好像真的是 一个很棒的选择耶 是啊 这里你知道吗 休闲农场就是要那种 假日 周休二日的时候 然后爸爸妈妈带小孩 然后三代同堂啊 然后大家一起来这边户外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然后接触一下这边的小动物啊 然后看看花花草草啊 让你一天就觉得 心情非常的美丽 以一世代农夫自居的黄大哥 将老家的农地 披荐成所有人的开心农场 所以不管是假日或者是周间 总有许多人慕名而来 假日葵盛开的时间 可以直接走到田地里 开心拍照 或者前往动物园区 跟农场内的大小动物 打打招呼 走累了也能够尽情享用 在地特色餐饮 直直可解解馋 黄大哥 我发现啊 你们这边的向日葵 都长得好高哦 是所有的向日葵都会长那么高吗 因为向日葵它是夏天的作物嘛 所以其实太阳很充足 然后又很温暖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其实向日葵 大概都可以长到一个人的高度 哇 那所以说它可以长快要2米咯 最高的话 对 目前看到的是2公尺多 200多公分 对 是 那这个向日葵啊 要种多久它才能够长得那么高呢 向日葵我们利用那个葵瓜子播种 然后到开花它整个生长的时间需要60天 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 其实还算蛮快的 那它向日葵开花的花期呢 它的花期大概可以维持2个星期左右 对它最常我的印象 好像就是毕业典礼的时候 都会常常拿这个向日葵去送给毕业生 没错 我想其实因为向日葵 它也就是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充满了阳光跟希望嘛 然后毕业之后有更好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还蛮具代表性的 嗯 那上次啊我还发现 在这边有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向日葵 我看到有可可色的向日葵 是 没有错 其实我们园区呢 除了不仅有向日葵田之外呢 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多样化品种的向日葵 例如说我们这里大概有11种的向日葵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最为特别的 您刚刚所提到的像可可向日葵 其实它是一个红色的向日葵 而且它已经红到发黑 常常就会有游客说老板你的向日葵啊 因为太阳太大了 然后都已经烧焦了变成黑色的 对 那像是我刚才看到这个可可色的向日葵之外 黄大哥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也是比较特别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像旁边还有那个像墨内向日葵 这个向日葵其实很特别 其实它是一个虫瓣品种 然后它看起来非常特别像这个菊花 那也就是其实因为那个向日葵是菊科的植物嘛 对 然后这个是虫瓣的品种 然后看起来特别像菊花 我觉得也是蛮特别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华丽向日葵 它是有中间一圈红色的 跟刚刚那个全部红色的向日葵又不一样 所以它中间有一圈红色 然后再配上黄色 所以感觉起来就非常的华丽 所以它叫做华丽向日葵 对 很特别 黄大哥 我发现这一区的向日葵 它是不是开花开得比较久了 它看起来有点好像快要凋零了 对 没错 其实向日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你看它这个旁边的这个花瓣 花瓣都已经开始慢慢地凋谢了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一个花托 花盘 这是原本它向日葵的花心的中间 那开始慢慢地膨胀变大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里面开始长满了葵瓜子 对 然后我们现在拨开来 让你看一下 葵瓜子就长在向日葵花心的中间 你看 这些就通通都是葵花子了吗 对 是的 我们从侧面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对不对 对 一颗一颗的这个葵花子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向日葵 它会有葵花子 可是第一次亲眼这样子看到它 就这样生长在里头的画面 是 那像是这个是不是跟一般我们在吃的 那个葵花子的品种不太一样 是的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这个葵花子就是怎么这么小颗 对 它很小颗 因为我们园区里面种的向日葵 都是属于观赏用的品种 所以呢 它的种子就没有食用品种的 来得这么大 但是这个也是可以吃的吗 当然可以吃啊 也是可以吃的 对 没有错 黄大哥说向日葵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栽种的花朵 只是它特别喜欢阳光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会开得最大最美丽 不过就算是其他的季节 游客一样可以在这座 北台湾规模最大的向日葵主题农场里 亲身体验赏花彩花的农家乐趣 我们特别把它制作了一个向日葵的 花朵的一个模型 然后并且呢 其实我们加入一些葵瓜籽 我觉得它加了这个葵花籽之后啊 它的口感上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说吃起来蛮特别的 因为它可以吃得到那个鸡蛋糕 它原本的蛋香 然后又可以吃得到那个葵花籽脆香 脆脆的 对 黄大哥 你除了种植很多向日葵之外 你还研发了那么多的伴手礼啊 对啊 其实我们就想说 就是游客来到这边 不只是可以看得到向日葵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 可以希望说可以品尝到向日葵 对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 跟向日葵有关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吃的东西 例如说 像是从这一杯开始好了 好 例如说这个葵花茶 好 这个是利用那个向日葵的花瓣 干燥之后呢 然后泡出来的茶 那其实向日葵因为是菊科的植物 所以它喝起来就像菊花茶的味道 真的吗 而且它的颜色啊 就是带有点金黄色 金黄色 对 就是看起来就是跟向日葵一样 向日葵的金黄色 我来喝喝看好了 它喝起来很清爽耶 而且啊 它真的喝起来满像是菊花茶的味道 是 可是因为我觉得它喝起来很特别 是因为它有一个很舒服的香味 它是不是加了其他的香草呢 对 还有加了一点点马鞭草 因为向日葵是夏天的作物嘛 所以来到这边然后看向日葵 然后再喝上一杯冰凉的这个向日葵花茶 其实挺不错的 而且除了喝这个向日葵花茶之外 还有像是这些点心 我觉得看起来每个都很特别 像是这一个 这一个是鸡蛋糕对不对 对 我们特别把它制作了一个向日葵的 花朵的一个模型 然后并且呢 其实我们加入一些葵瓜子 就是向日葵的种子嘛 葵瓜子 然后做成这样一个鸡蛋糕 这个好特别喔 而且看了就会很想要吃这一个 我觉得它加了这个葵花子之后啊 它的口感上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说吃起来蛮特别的 因为它可以吃得到那个鸡蛋糕 它原本的蛋香 然后又可以吃得到那个葵花子脆香 脆脆 对 那时候我就想说 因为其实这个休闲农场呢 最主要有很多家长会带小朋友来 而且鸡蛋糕一烤的时候 那整个泥蔓的那个香味啊 然后可是我又不想要做 不想要一般的卡通的造型 所以我就想说 能够是不是让它有一点主题性 然后跟我们这个农场的 向日葵能够做结合 所以我就特别设计了一个 向日葵花朵的造型 这个肯定不是只有小朋友喜欢 一定连大人都超爱的 那我看到网路上 人家来买这个鸡蛋糕 他们都是用一只竹仙酱插着 然后就看起来好像那个一株的 那个香日葵喔 对 真的像一朵香日葵 而且它是可以吃的 是 然后像是这个啊 它也是看起来像是花一样 对 其实香日葵可以食用的部分 我们大概人们比较印象深刻的 应该是着重于葵瓜籽 所以我们大量的运用葵瓜籽 在这个食品上面 所以我们像这个我们就把它 像是葵瓜籽磨成粉之后 加入到这个花的原料里面 然后变成一朵一朵的 它这个其实真的看得好像 也有点舍不得吃 因为它其实蛮漂亮的 蛮漂亮的 好 那我就 而且它超脆的 我就不客气喔 哇 这也太脆了吧 而且大哥 我觉得这个味道 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我会觉得它有点点像是蛋卷 可是它吃起来 其实有点咸咸的 然后比蛋卷又再更薄 它很薄脆 是 而且它不腻口耶 因为可能有点咸咸的关系 然后加上葵花籽的香味 其实是淡淡的 是 所以感觉我觉得它非常适合配这个 对…没有错… 对 吃这个然后配 吃一口配一口这样子 对 配葵花籽 再来也有像是这个 它就是做成奶酪布丁对不对 对 那这个特别介绍一下 这是莲子豆奶布丁 我们这边附近有很多的莲花农场 在地生产的这个新鲜的莲子 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布丁 而且你们做的不是鸡蛋布丁耶 你们做的是有点特别的豆奶布丁 对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豆奶布丁 豆奶应该比较更养生一点 然后结合莲子这样子 而且这个里头可以看到 一整颗完整的莲子耶 是 没有错 我一定要吃吃看这一个 这个我觉得那个布丁的部分 非常好吃 因为它非常的细腻 然后很绵 然后它又有点Q 加上因为吃到莲子 那个莲子吃起来很松软 所以说口感上其实是很有层次的 真的 我告诉你这是 因为这是当地新鲜的莲子 不是那种干燥的 泡过水的 大家来这边除了可以带 这个漂亮的向日葵回去 还可以带很多向日葵的伴手礼回去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 然后有的看 有的玩 有的吃 说真的 我其实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农场 然后这样的一个向日葵花田美景 就是每当假日的时候 看到全家大小一起来到这种农场 然后他们可以度过一个欢乐的一天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蛮幸福的地方 对我来讲 这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工作 就跟这幸福的味道一模一样 在秋冬微凉的时刻 清赏满圆的向日葵 就像一朵朵灿烂小太阳般向我招手 这让户外的气温一天亮的下降 内心却是充满了欣喜与温暖 这座农场在热情好客的黄大哥 努力经营下 真的是让人身心灵放松的好地方 你们看这些向日葵是不是超漂亮的 今天虽然有点风 但是这些向日葵依然屹立不摇的面向阳光 看了就有一种非常正面的感觉 来到向阳农场啊 除了有向日葵可以欣赏 还有这些向日葵点心可以品尝 我觉得呢 来到这里 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向日葵鸡蛋糕 如果离开之后啊 你一定会对这个鸡蛋糕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大家观音简直就是网美即散地 因为随便一个风景啊 都像是走进画里头一般的梦幻美丽 而且不同的地方啊 都有不同的惊喜 像是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的这间餐厅 听说啊 它跟印象派大师墨内可是有点关系的喔 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廖大哥你好 你好 廖大哥一进来 就会立刻被你这一片池叛给吸引 你怎么会想要把它打造成一座花园呢 这个花园其实最早其实是我夫妻的梦想 那他是公务员退休下来 那他原本是想要带家母回来做一个 很简单的农耕生活而已 那后来慢慢地经过十几年的改变 还有今天的模样 是 所以说其实后续其实是由你接手来把它完成的吗 是 那因为早期他们经营的比较模式 就比较像早期比较简单的那种休闲农业的模式 早期那种模式 就简单的就是种种蔬菜啊 给人采采蔬果啊 那后来我们发现到说 休闲农业的慢慢发展起来以后 他没法去跟休闲产业去对抗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我们一定要走到人家前面 所以那时候跟家母就决定说 就问家母说 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一点金钱下去 让我们的简单的那个 原本比较简单的休闲农业 变得比较一些比较精致一点 那让客人来进来以后呢 不会给人太单调 所以我们就开始花了一点钱去做改造 是 那为什么很多人来到这边都会说 这里跟墨内有一点关系 这个因为我们岛期是因为 我们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呢 是种荷花 那因为我们开始要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花期太短 于是我们开始种了碎莲 因为那时候我们 我们成立这家店的时候 其实是加入产销班嘛 那加入产销班以后 那又有个名称要对外开放 那我们取了很多名字 我们为了名字呢 这个名字要怎么定名字呢 争议了一个多月 后来有天佳妹都问我说 哥 是不是有一个画家 很喜欢画碎莲 我说对 叫墨内 那我们叫墨内花园好不好 结果老人家听一听 好啊 那我们来算笔画 一算墨内花园大凶 而一次就加一个的下去大吉 所以我们就背后 我们就取名字叫墨内的花园 很有趣 很有趣的过程 可是误打误撞 反正名字蛮适合的 可是那像是你们后来 把这边已经完全的成立好了之后 你们就开始提供素食餐厅了吗 一开始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其实是只有工艺 比较简单的小兵 没有提供餐饮类的东西 那后来因为客人开始反映说 那可不可以提供简单的餐饮 结果后来佳妹开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 那种意识素食的概念 把它引进到素食里面 所以我们那开始就是用 开始利用香料 焗烤 焗烤这一类的食材 去开发新的菜色 那我们这家店的菜色 大部分都还是佳妹 跟佳母在做研发的 是 所以餐點的部分 就是由她们两位一起來完成 对… 然后花园的部分就是你跟爸爸 对…我们主要说原意的部分 对… 可是我看这一片花园 其实它非常大片 还是我能够进去参观看看 可以…花园 那就麻烦你带路了 好… 好… 以睡帘为主角 所打造出来的这片花园 让印象派大师的作品 不再只是墙面上的一幅画作 而是近在眼前的真实场景 再加上一张墨内名画 日本桥的轮廓 特地设计的这座小桥 更是让许多人一走进这里 就舍不得离开 六大哥 像是你刚开始先种植植物的时候 就是先从这个莲花开始对不对 对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因为我们从 白鹤引进了红健莲 我们开始种了荷花 就莲花部分 后来就慢慢地就是有种了睡莲 像你们看的像这边都是种睡莲为主 那像是这些莲花它好种吗 睡莲部分其实蛮好种的 但是睡莲它有一个问题是说 它开花期虽然很长 可是它冬天的时候会休眠 它每年的大概元月份以后 开始就会因为阳光不够跟温度问题 它就进入休眠期 对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进入种一些其他花卉来做搭配 是 所以难怪这边才会陆续新增 各式各样不同的花卉 对 因为你种了荷花以后 你就想要种可能开始 开始种一些草花的东西 因为草花比较有种 那因为种完草花 因为整个花园就是光秃秃的嘛 然后慢慢的就会想说 按照我来种树 那种完树以后发现 原本的草花 因为阳光不够 就开始慢慢的就种不起来了 那这种不起来的树大棵了 你就开始考虑到说 一些零应二层植物 一些耐因性植物 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我们的花园里面 就开始发现大树下面 就开始有其他的植物出现 是 那像是你们这边的花卉 大概有多少种了 曾经初孤啦 大概有三百种以上 三百种以上 非常多 可是它种植的时候 应该也蛮辛苦的 对 因为其实 不是每一种花卉都适应这个环境 尤其我们这边的环境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那东北季风的时候 冬天非常冷 那有些植物实际上是不适合的 那像我们这边是水田 因为含水量比较高 那一些比较旱性的植物 我们就种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这边 虽然曾经初孤 大概有三百多种花卉 但是我们可能种植的花卉 大概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我觉得花费掉更多辛苦的地方 其实是你们时间 然后还有你们那些劳力的过程 那像是这里头有哪些花 会是你觉得比较特别的 我比较想到说 我们每个季节的 给人感觉都不一样 很多植物 其实不是只有看花而已 它甚至可以看叶 然后每个 我们只能说 让环境更为自然 然后让你每个季节来 都有不同的感受 像我常常跟客人讲说 你如果说你要看紫藤花 想要看鸢尾 那就是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就要来 那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就变成要看了 看的时候是看荷花 荷花大概为期一个月左右 到了七月中旬之后 又变成另外一个花卉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睡莲部分 那睡莲部分 花卉时间比较强 它一直可以维持到 每年的十二月份左右 它慢慢缩小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很多树都会掉叶子 那时候很多地方 我们就开始在补草花 所以我们四季都有不同的感受 尤其是我觉得 我好喜欢身后的这一个小凉亭 这个凉亭 对 它实在太棒了 其实这个凉亭呢 除了南方松市本来以外 其实这很多素材 其实当时由我们花园里面 修剪下来的一些 应该说的废料 再重新再利用 所以我们就把它盖了这个发带亭 这发带亭盖了 我儿子现在四岁了 他已经四年了 已经盖在这边四年了 四年了 看还维持在这里 是 不过我觉得在这边赏花 真的是太棒了 谢谢 为了让花园在四季更迭之间 展现出各有风情的美感 廖大哥每天耗费在 整理草木花卉的时间 实在是另外一人 所无法想象的漫长 不过很多仕途老马都知道 来到这里千万不能因为欣赏 这座宛如世外桃园的美丽花园 而错过了这里的美味蔬食料理 哇 它太香了 我吃看看 它的味道让我好惊讶 但是我好喜欢 因为它的塔香味非常的浓郁 它炒得很入味 然后料妈妈我还吃到里面的莲子 它尽管它是稍微有重口味一点 但它里面还是很清甜的 它很清甜 而且它很松软 哇 料妈妈 那这些通通都是你的拿手料理了 对不对 是啦 是因为我们这边是做素食 所以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客人 能够他喜欢 所以我们会尽量用我们的食材去做 像是这一道啊 我看到有好多的蔬菜 然后还有用的这个是紫米 对 这是什么样的料理 我本来是想做韩式拌饭 可是客人蛮不喜欢那个泡菜有没有 因为泡菜有的做得好的泡菜好吃 有的泡菜就是切得到泡菜而已 是 所以你就把它改良成不一样的料理 对 改良不一样 铁锅 就是我们认为说这个就叫铁锅饭 铁锅饭就对了 铁锅饭饭 很多菜加下去然后就很好吃了这样 一般是人家是韩式拌饭 我们变成那个铁锅饭饭了 好 那我就先来品尝这一个 又妈妈你的手艺真好 因为啊 这一道呢它很香然后不会太咸喔 然后重点是它是有锅巴的耶 主要那个铁锅有在热 在热的时候毕竟就会有锅巴 你做的其实是有香气但比较清淡的 因为现在人都在养生啦 都不喜欢吃鲜 所以我不晓得客人能接受吗 我自己的口味啦 完全可以 而且因为我觉得这一道 它加的是蔬菜 所以说你在吃它的时候 它是有水分的 我觉得吃起来的口味蛮好的 因为我们把饭 紫米饭还有一些那个杂粮放下去 它吃起来口感会比较 它不会太硬 所以说这个呢 如果带长辈来也适合 带小朋友来他们也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耶 都能接受 你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吗 对 那像是这个呢 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巧合耶 因为我不知道说莲子可以炒耶 因为我们种莲子大概有种有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以前我不知道可以炒 当我开这个莲园的时候 有一天我不晓得这个莲子掉在油锅 竟然摸开来了 这个我试试看它是可以炒的 后来我们就拿来炒我就跟它想自己想办法 就去试尝试如何的加下去 它口感更好 所以我们就是配了 只有配了酱油辣椒 还有沙茶就很香了 九层塔加就很香了 它太香了 我吃看看 它的味道让我好惊讶 但是我好喜欢 因为它的塔香味非常的浓郁 它炒得很入味 然后亮妈妈我还吃到里面的莲子 尽管它是稍微有重口味一点 但它里面还是很清甜的 它也是清甜 而且它很松软 有些人说 你这莲子要不要水煮过 我说不用 你只要轻轻跟它油放下去 稍微炒一下 所以我卖青莲子也卖得很好 他们吃过我们的 他们就带回去 我们也没有说 这个步数就把它藏起来 我们没有我们就直接教客人 而且它很一样 莲子它本身就很一样 用妈妈疼惜孩子的心情 所做出来的蔬食料理 真的会让人甜到心坎里 以这道看似平凡的石井南瓜 焗烤饭来说 就是亮妈妈为了改变中式素食的 刻板印象 而特别研发的异国料理 鲜甜的南瓜里 巧巧地埋进了关怀的心意 难怪会成为人气第一名 那亮妈妈这一道又是什么呢 这一道是麻辣豆腐 麻辣豆腐啊 对 这个是比较重口味 比较重口味是不是 年轻人来比较吃素 都吃得很清淡 这个很重口味 那我想要吃这个高丽菜看看 这个吃起来有过瘾喔 因为高丽菜水分很多 然后你们的汤头 其实是有点辣的 所以说吃起来特别过瘾 它是麻辣 其实这个啊 你们的麻辣也不算是太重口味 也没有说很重口味 一般啊 因为一般人比较能接受 尤其是夏天吃的时候 不是进入冬天 冬天我们就会放更辣 真的啊 因为冬天冷 它辣一点它会比较暖身 所以我冬天和夏天 调的料会有一个值得 有去稍微做调整这样子 亮妈妈你还说 你对料理的兴趣只有一点点 我这样吃完我觉得你有很大的兴趣 因为我觉得要能够这样天天做这些料理 是很辛苦 其实我们做这个 其实赚钱是没有啦 只是说那时候是推广素食 有一个师傅常常他跟我讲说 一个我做素食 一个人吃也是我的功德 所以我一头再下去 交织的小桥 垂柳 翠莲 和美味蔬食的这座花园 实在很适合在这里 悠哉晃荡一整天 不过这趟花县观音之旅 我还安排了一个压轴景点 非去不可 所以只好跟这片迷人美景 暂时告别咯 长阳在观音的花海之间 突然觉得自己 好像一只忙碌的小蜜蜂 无时无刻都在寻找漂亮的花朵 来拍照留念 那我会带你们来这边 是因为我听说 身后的这一个三合院 里头藏了一种 非常幸福甜蜜的滋味 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滋味 我现在带你们去瞧瞧吧 哈喽 诚哥 你好 哈喽 逸臣你好 诚哥 我听网友们说 在这个三合院里头 有藏了一种甜蜜的滋味 这个滋味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滋味是我们祖传三代的 养蜂事业生产的蜂产品 蜂蜜 这个甜蜜滋味 你们已经三代了 对 三代了 三代五十年 对 从民国五十八年开始 阿公从一厢的蜜蜂的兴趣 开始养 可是他觉得这个产业 是可以经营的 因为它有这种蜂产品 是对我们人体好的 而且是天然的单糖 而不是我们制造过的 这糖是双糖 或是高果糖量是多糖 这种的单糖 对我们人体是很好的 所以他觉得 这个事业 是采集天然的产物 可以帮助这个环境更好 就是一些作物授焚 所以他从这一厢开始 第二年又跟着这些老前辈 一起去跟到高雄去 看他们怎么采蜜 他的阿公他就跟了一年 整整一年 从高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屏东 甚至到台东去 跟了一整年跟着他们跑 觉得这个产业也是追着花 这样可以去采集蜂产品 蜂蜜这个产品 他就觉得很有兴趣 就跟着 就开始从这第二年 这个前辈给了两箱 对就从这两箱开始养着起来 最多的时候是我刚出生的时候 70年 那时候养到300多群 对 可是这近几年的环境不好 所以像今年就大欠收 不过全哥你接手到现在已经多久 因为我觉得你对于这个蜜蜂 蜂蜜的了解也不少 其实从小四岁就开始跟着做了 后来我们当兵回来 我在外面坐了八个月 可是家里的人手忙不过来 所以我就回来帮忙 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 那你觉得 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哪里 一般比较辛苦 是我们去高雄采蜜 因为搬迁都是要靠晚上 蜜蜂全部回了蜜蜂香 它才可以搬迁 没有全部回蜜蜂我们搬迁 它可能会留在这边很多的蜜蜂 对 它可能会打架 还是乡咬的都会 因为每一箱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那一般你们下去寻找这个蜜圆 你们都要花多少时间 待在那个地方 我们待在那边 在从高雄中南部的栗子龙园 从高雄采到中部彰化这样子 大概要一个半月 一个地方大概停三个礼拜 是 对 所以真的满辛苦的 因为除了蜜蜂 蜜蜂蜂 他们需要适应这个环境 从这边运到下面这个过成 他们要适应 你们其实也是要适应的 从眼前这座 整理得井然有趣的三合院来看 我可以大胆地推想 俗传三代的养蜂人 肯定也传承了坐11严錦 有条不问的家族门蜂 而且他们还把超过二十年的养蜂经验 會長成有趣 也有教育意義的戶外教學 讓更多人能夠了解 蜜蜂的生態與奧秘 詹哥 像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幾個 就是你的蜂箱了對不對 對…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 它是正在工作的蜜蜂 你有沒有發現 它蜜蜂箱前面有一個擋住的盒子 有耶 在這邊 對 這個是現在它在採收花粉的 你有沒有看到 每一隻的後腳上 都有兩個花粉 真的耶 對 所以像是前面 我看到有一點橘色的小點 就是它們採回來的花粉 這些都是花粉 對 這裡就是花粉 好多耶 可是你看 螞蟻因為它花粉是蜜蜂 帶著蜂蜜出去花上面沾黏回來 對 才會黏住在後腳的花粉欄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它本身是有微甜的 所以螞蟻也特別愛 那裡頭的家族成員有哪些呢 好 我現在就來帶你去看看它的家族 你看 我燻完煙以後 它就逃跑了 有沒有發現 好多蜜蜂啊 對 為什麼它們會害怕這個味道啊 不是害怕味道 是它本身天性是怕煙的 原來如此 對 像是我們現在把它拿起這個 一片這個 你說這個叫做一片一片這個叫做 一片一片叫蜂巢 蜂巢 對 那一片蜂巢上面會大概有幾隻蜜蜂 這一片喔 你要不要看一下 天啊 有沒有 全哥你 你太勇敢了 這個上面也太多了吧 蜜蜜麻麻的蜜蜂耶 對啊 蜜麻蜜蜂 蜜蜂 而且我都可以看得到上頭有這個蜂蜜了 有 你現在看到的啊 這邊 是 這樣放置上半圓都是蜂蜜喔 這裡上半圓 有點白白的這一個都是嗎 有封起來的 有亮晶晶的都是 是 好了 這個它的家族成員就在這邊喔 好 有公蜂 有雄蜂 公蜂會叮人 它是蜜蜂的 要小心就對了 對 好 你看到這些大部分都是 可是裡面有幾隻 像我現在抓的這一隻 全哥你要幹嘛 我想叮你 不會啦 他不會叮你啦 放心 真的嗎 真的… 手出來… 不要那麼怕 手不敢伸出來 對 好 這個是雄蜂 你觀察一下 你可以觀察一下 對 不會 它沒有遮針 雄蜂是沒遮針的 真的耶 不然它的尾巴橢圓形 很多細毛 我發現它的屁股 並沒有尖尖的刺耶 屁股沒尖尖而且特別黑 好 你看像其他 比較小隻的有沒有 它是尖尖的喔 那個就不能這樣子 對 那就不能了 對 尖尖的會叮著 原來如此 還有這個雄蜂 它是花花公子 對 它好吃懶做 它的使命 只有跟女王蜂交尾而已 就是它的工作 傳宗接代就對了 對 傳宗接代 然後工作的都是 工作的全部都是公蜂 公蜂是母的 公蜂是女神 對 全哥鎮定而詳細的 為我解說了蜂香內外的結構 以及照顧蜜蜂的注意事項 總算是讓我對於身邊圍繞著上萬隻小蜜蜂 嗡嗡嗡叫的恐懼心情逐漸消除 其實每一個蜂香依照成長速度的不同 會有五千到兩三萬隻的蜜蜂 而且蜂蜜在不同的季節 也會產生不一樣的味道變化 全哥 是 像是一般你們把一片蜂巢 這樣取出來之後 你們要怎麼樣取這個蜂蜜 蜂蜜就是你現在看得到 凸起來這邊有蜂蓋的 有沒有發現 正常的我們是用刀片把它削開 用離心機甩 可是今天不用 我們今天準備小湯匙 對 你可以看到 這樣直接挖下去 你一挖下去就有蜂蜜 完全滲透出來 對 蜂蜜就爆出來 對 可以吃吃看 這個已經可以直接品嘗了 對 可以直接品嘗 這是它成熟的 對 好 我來試試看 因為真的沒有這樣吃過 好 有沒有 酸酸甜甜的口感 因為我知道它這個味道 其實它有點帶酸氣對不對 對 酸氣 它有沒有感覺 溫暖的感覺 還溫溫的是不是 對 再溫溫的 在蜂香裡面拿出來的蜂蜜 也是溫溫的 對 那像是我看到 這裡面還有這個凸凸的 這個是什麼呢 好 凸凸的 這個就是它的化蛹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剛剛拿出來它有破掉的 裡面有沒有看到一個 蜜蜂的形狀了 對 這邊它是熊蜂 對 剛剛你看到中間的封起來 這個小孔的這是公蜂 公蜂的蛹 後來這邊是熊蜂的蛹 它是凸起來的 後來顏色跟蜜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蜜的顏色比較深 這個比較金黃色的感覺 對 它比較淺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些幼蟲 對 我看到了 對 我剛才就在想 裡頭為什麼會有白白的 原來是它的幼蟲 對 蜥的形狀的幼蟲 所以說其實一片蜂巢 可以完整的看出 整個蜜蜂它們的生態 對 它的蜜蜂生態 照顧蜜蜂其實也像照顧小孩一樣 必須時時注意牠們的身體健康 以及營養 這一拳鴿都會定時巡視每一座蜂巷 是否有缺亡的情況 或是糧食不足的問題 一旦發現小狀況 就要趕緊處理 否則就可能會演變成 整座蜂巷全軍覆沒的大麻煩 這個是剛剛我們第一個介紹 我們在蒐集的花粉 可是它跟糯米糰搓成在一起以後 它變成金黃色 對 有沒有 花粉的味道 有 因為剛開始你在咬的時候 我們是加入了紅豆下去 會知道紅豆的味道 但是後來可以吃得到花香 後面就是花香了 好特別 我第一次吃到這樣子口味的湯圓 而且它還更養生 全哥 你現在正準備要做什麼啊 現在正準備就是因為我們觀音這邊開始 這94年開始 我們就有農會就開始推廣種洛神 我從95年就開始做這種食農體驗 利用蜂蜜跟洛神花的結合 讓它做成一個蜂蜜製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吃到洛神的花青素 貝黃銅這種營養的物質 再融在蜂蜜裡面 在我們泡水的時候就可以拿來喝了 那蜜製洛神花 它需要有哪些步驟呢 這裡這樣的量大概一斤 一斤就是600克 我有多啦 多大概50克那都還好 可是你去完紙的量 它大概是減一半 所以一斤的話會剩下300克 300多克 所以你看我們的蜂蜜一瓶是700克 分成一半過來對不對 它就變成350350 所以剛好就是300克350這樣的上下 就是稱為1比1的比例 對 用這種的比例方式 我們去完種子 你不要看這個洛神一朵一朵 裡面有一顆種子耶 你有沒有發現 而且我這樣看才發現 它好大一顆喔 對啊 大顆我們要把它通出來 可是為什麼這個不能一起用繼續 一起弄進去 它本身上面有細毛啊 你這樣仔細看清楚 它是不是有細毛 那個細毛會刺人 對 所以我們把種子去出來 像這樣子 你看一下 我們從底下通出來以後 這個是不要的 這樣就可以把它取出來啦 對 那感覺不會太困難 不會… 像是步驟如果到了 我們把這個種子把它戳出來之後 接下來是什麼 我們戳完以後要先清洗 清洗過的就是殺青 就跟蜂蜜醃製在一起 那像是這個帶回家之後 要放多少天才能吃 我們大概今天到明天 這12小時內 大概就是常溫 你有空把它搖一搖 讓它均勻的滲透 後來大概一天後 你就要把它冰起來 好 冰冷凍以後 兩天後就可以拿來吃了 總共三天 只要三天就完成了嗎 對 可是一般糖漬是不是就要比較久 對 糖漬最少要15天 為什麼有這個差別呢 因為糖的滲透性沒那麼強 蜂蜜的滲透性很強 對 而且它跟作物 水果或者是這種 搶水的能力很強 所以它很容易把花餓裡面的水分 滲透出來 搶過來 融到蜂蜜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這個 完成的 它現在變成很稀 有沒有發現 而且我發現它整個蜂蜜的顏色 從這樣子變成完全紅色 它變成很深紅色了 是 花青素全部滲透出來 是 對 全哥規劃的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包括了認識蜜蜂 蜜漬水果 搓花粉湯圓等內容 等於是讓來到這裡的朋友 可以一次參與好幾種 跟觀音地區農業相關的行程 而且最後還能夠品嘗 親手製作的在地好滋味 全哥 剛才我們有把這個 違章建築的蜂巢切除了之後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看到這個 它是比較小的 對啊 因為這個是野蜂 剛剛有跟你講 不同的蜂種 它採的蜜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之前有收細些野蜂的蜂蜜 我就把它冰冷凍 等一下可以試吃看看 它的口感偏酸喔 比較酸 對 比這個我們洋蜂的 還要酸一點 好特別喔 原來不同品種 然後它的味道也會不一樣 你可以看它草房 有沒有 這個草房洞洞很大 差很多耶 這個很小很小 所以說野蜂它的身形也比較小了 對 比較小隻 好 我來試試看看 我也很好奇它的蜂蜜的味道如何 好 很酸嗎 它很特別 它很像 有點像是發酵過的蜂蜜的口感 對 然後因為冰過冷凍 所以說它那個 脆脆的 辣子脆脆的 對 它脆起來感覺完全不一樣 脆脆脆的 它咬下去的時候 你還會聽到那個 卡滋卡滋的聲音 對 因為它脆化了 而且我覺得它其實吃起來 有點像鳳梨的味道 有啊 我覺得很像 很特別 很有趣 然後再來我還看到其他像這個 這就是我們剛才做的這個 對 剛剛體驗做的蜂蜜製 洛神 所以說這已經是你們蜜製三天了 對 超過了 對 它看起來非常可痛 很甜喔 非常好吃 它雖然蜜製了三天 但是這個洛神 它吃起來還是非常的脆 因為因為有冷凍 它都是會變脆化 所以冷凍其實有個很重要的作用 假如你是放在冷藏它又沒有 它就反正形形變成薄薄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像是洛神的話 它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處理 它很酸 對 然後這樣子做完 它其實 變甜了 酸甜 酸甜的 然後我覺得它吃起來 很清爽 很適合夏天 是 讓你看它的湯汁 我們就可以泡成茶了 泡成茶 所以其實用整罐帶回家 它都是整個都有用途的 那像是這個湯圓是 是 這個是剛剛我們第一個介紹 我們在蒐集的花粉 對 蒐集花粉 因為我們今天蒐的主要是 以仙峰草味它偏橘色 可是它跟糯米糰搓成在一起以後 它變成金黃色 對 營養素它是主要是分為 維生素的ADK跟芯 還有一些植物的膳食纖維 對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很營養的 那這樣聽起來 這個湯圓要多吃一點 對 吃吃看 有沒有花粉的味道 有耶 因為剛開始你在咬的時候 我們是加入了這個紅豆下去 會吃到紅豆的味道 但是後來可以吃得到花香 後面就是花香了 對 好特別喔 我第一次吃到這樣子口味的湯圓 而且它還更養生 對 養生 完成這趟花線觀音小旅行之後 讓我對花花世界的了解 又更加的寬廣 花可以好好欣賞 花也能夠變成美味伴手禮 花當然也足以醞釀出 令人感到幸福的甜蜜滋味